开满河畔的粉红色花旗木下 以及公园里五彩缤纷的各类花丛旁 这些悬挂在街道高贵迷人不同品种的兰花 正陆续振放美丽色彩 这些都是潮州振公所特别规划的花系列景致 今年的春花开季节 镇内的花开得特别好 相当适合乡亲利用假期踊跃来赏花 明治西河滨公园我们在4月份的樱花季 其实还有一个亮点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樱花树的中间 我们都有附挂那个兰花 那这些兰花其实在2020年那时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外销的兰花 那我们潮州这边兰花业者 因为外销滞销的结果 那被外国退货 所以从2020年那时候退货回来的兰花 我们减诊完之后 直接把它附挂在樱花树也好 还有我们河滨公园的一些植栽上面 那经过了两年之后 今年还是开得很漂亮 强调两年前 因疫情滞销的兰花已成为潮州镇街景 近年来虽然有开花 但开得不漂亮 今年竟然在樱花季期间振放 让乡亲可以大饱眼福 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潮州的时候 他们发现说原来它樱花树的上头 在中间的这一段还有兰花可以看 那所以一次可以欣赏两种花 在我们樱花季的这过程中 你也可以欣赏我们的三月银 我们的花旗木 那你也可以欣赏我们中间付卦的这些单画 潮州一花季预估还有长达三周的花旗 搭配周边不同花景 以及潮州在地美食古迹文化等 欢迎乡亲利用假期踊跃到访 感受花花世界 记者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